杨曾伟隔了两年半再发片 第一首公开的新歌就是翻唱话题韩剧秘密花园的主题曲 韩文版由男主角玄冰主唱 中文版就交由杨宗伟来诠释 他在演唱前也仔细听过玄冰的版本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真诚 很诚恳这样子 在我自己的诠释上我就 因为玄冰那时候我听他的版本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我希望呈现给大家是一个比较温暖 比较真诚的感觉 结束合约纠纷 加入了新东家 在8月发片前公司就为杨宗伟举办演唱会 两场2400张门票 火速秒杀 下午彩排时门外就已经有一群婆婆妈妈粉丝排队支持他 有了死中歌迷的拥护 杨宗伟显然准备好了 之前被一集娱乐拍到他面无表情 不理会记者到排练试练团 今天则是有问必达 还大赞新东家给他安全感 让他不再难搞 在新的环境当中我接触到新的人数都给我很安定 然后让我很放心地去做很多事情 既然能放心 那就真心希望杨宗伟能和新东家合作愉快 换东家的频率能放慢一点 伊甸市林诗豪赖林采访报导